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去年7月6號 大連市610組織 對法輪功學員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綁架 主要針對參與安裝新唐人衛星電視接收器的 近百名法輪功學員 這些法輪功學員遭到非法抓捕 抄家 關押和慘酷折磨 後來有10多人被非法勞教 28人被非法批捕 其中13人被起訴 這個被稱為安國案 因為法庭多次違法審理 律師前往大連市檢察院要求司法監督 檢察院回覆說 跟法輪功相關的案件一律不接受投訴 引起律師強烈不滿 6月21號 大連市西岡區法院曾經針對此案開庭 那天庭审進行了12個小時 但是因為材料和被告元素太多 並且有三名法輪功學員身體虛弱站立不住 在律師的強烈抗議下 法庭宣布休庭 擇日再審 7月3號 法華城建綱在內的律師們收到通知 通知說 7月5號上午8點半再次開庭 律師們認為 這違反了提前三天通知律師的法律規定 因此決定拒絕出庭 並且在3號統一告知法庭 他們這個做法嚴重地侵害了當事人的 在訴訟當中的辯護權 存在著很多很多的違法現象 你比如沒有依法像被告人 像辯護人 提前三天送達 訴訟的文書 通知要開庭 7月5日上午 記者致電律師陳建綱 他說剛剛得到消息 法庭宣布審理延期 他們開會的時候 當然是說今天開庭通知不到 那就明天開吧 他們這幫人就是現在已經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 為什麼今天沒能開 不就因為你們沒有進行合法的送拿通知書和傳票嗎 如果你們在安排明天開庭 那你連通知和傳票都不送拿了 更不說合法送拿了 有北京那邊來的厚城的官員提醒 那你們明天開庭 你憑什麼明天 你明天的開庭的傳票你們送了嗎 周五的庭審 律師們沒有去法院 轉而值班大林市檢察院 他們對中山區和西岡區的幾名法官提出投訴 要求檢察院對法院進行司法監督 但檢察院拒絕受理 由於法官處處違法 律師們要求更改審理的法院 陳建剛說 在接下來的代理過程中 律師們將要求不僅僅在實體上要公平公正 而且在程序上 一定要恪守程序法對於被告員和辯護律師各種權利的保護 去年7月6日 大林市620組織 活動各公安分局 派出所 街道社區等 對法輪功學員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綁架 主要針對參與安裝新唐人衛星電視接收器的近百名法輪功學員 直接法輪功學員遭到非法抓捕 抄家 關押和殘酷折磨 後來有10多人被非法勞教 28人被非法批捕 其中13名被中共認為的技術人員被提起公訴 新唐記者秦雪採訪報導